欢迎回来我们的房产租赁相关讲座的第四讲 这一讲主要介绍租约结束时的步骤以及一些重要问题 整体篇幅约47分钟分两节完成 这也是第一节约27分钟 大家好 这是景律师 这个是房东、房客、加州法律第三段 第三段是那个出租之后 上次我就是提出了一些重要的 要考虑上的如果在这个出租的期间的时间 第一个就是要有出租合同 然后有一些其他的 所以我尽量如果你第二段没有听清楚 再重复 再回复 再听 现在我们就从这个PPT这个terminating the Tendency OK 上次我就是解释说 你要考虑上这个month to month或是least green OK 这个是因为这个你用什么方式租给租客 就会影响你要怎么把这个 就是把这个出租者的关系结束 OK 我先解释就是如果你用month to month OK month to month 我上次就是说好处是在哪里 也是随时你如果给对的通知的话 你就可以要求租客就搬走 month to month 好处 加州法律是说如果这个租客 我是month to month 然后租客没有超过住在这栋房子 超过一年 你就可以发一个30天的通知 30天的通知 30天的通知给租客 他必须就是30天之内就搬走 OK 再说一次 如果是month to month 然后租客也没有超过一年 住在这栋房子 房东就有权利给30天的通知 然后房租客就是必须要30天之内就搬走 OK 如果租客超过住在这栋房子 超过一年 然后也是month to month 房东必须要给至少60天的通知 60天的通知 60天的通知 然后租客就是60天之内就是要搬走 OK 所以这个要搞清楚 因为常遇到的就是 警律师我给了30天通知 然后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租客有没有超过一年住在这栋房子 有有 那这个30天就无效了 你要重复 再给对的通知 所以你要make sure 你事先就已经给对的通知 不要等到最后一天找律师 所以警律师租客还没有搬走 我给了30天 然后发现 30天的 是不对的通知 其实应该要给60天的通知 那你就耽误了30天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你要不要搞清楚 还有一个状况就是 租客原先签了lease 然后没有renew lease 没有再重复签lease的话 如果租客没有重复再签lease 就自动的转到是变成month to month OK 可是还是等于说 他们已经超过住在那里面 已经超过一年了 所以他们还是有权利收到60天通知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然后 发这个通知 是很重要 OK 发这个通知不可以用email 也不可以用text message 必须是written notice 我在这个powerpoint上就是有列出来 Notice of Termency of Tendency 这个表格就是主要是给month to month 结束一个month to month的出租合同 OK 这是上面有列出来 30天60天 你如果是经纪人 make sure你填这个表 填对 OK 发这个表给租客也是很重要 OK 发这个表不是放在email 我就说email跟短信是不可以 你必须要亲手拿给租客 如果租客不在的话 你可以贴在门上 OK 然后 你也有权利可以发一封信给租客 可是必须是written notice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那我们再解释这个 Notice of Termination of Tendency 我在解释在这个lease agreement 如果是lease agreement 假如我答应是租给租客一年 一年过了 可是我不想要再重新租给租客 我其实不需要通知租客 租客就是 就是一结 lease一结束了就是要搬走 OK 我不需要通知 可是我可以跟你说 很多合同 的出租合同 的出租合同 你在网上找的话 或者用那个 California Association Realtors 的出租合同 都是会有个条件 说如果 房东 没有 没有 想要再重新的 要求租客签个lease 说不要再继续租给租客的话 也是要至少给30天的通知 从那个lease结束的那日期 要至少给这个30天的通知 给租客 说这个你要小心 你不要就是闭着眼睛 就是认为你找到一个合适的 一个出租合同 然后发现 哦 其实我给他的出租合同 里面就有个条件 说虽然这是个lease agreement 我还是要给他至少30天的通知 说我不会renew这个lease 所以这个你要小心 你自己给的发给租客的出租合同 make sure 你也知道你签了什么出租合同 里面的条件是什么 OK 所以很多人认为警律师从租客的 我的房东给我30天的通知 或者是60天 我是做错了什么事情 30天跟60天的通知 不是等于说你做错了事情 OK 很多次有可能是房东想要就是把这房子收回来自己住 或是想要就是把这房子卖掉 或是有其他的正确正式的原因 为什么要就是把这个要你搬走 OK 都是合法 他给你30天的路程是他的权利 对不对 如果 可是有这些状况是我租客要求房东要修什么东西 突然他给我30或60天的通知 这时候 OK 就是变成一个 我们叫Retalitory eviction OK 这个是很要 这个我常遇的 OK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华人圈里面 OK 房东一收到租客说要要修什么东西 或者突然就就发一个30或60天的通知 OK 要求这个租客就是搬走 我可以跟你说这是不合法的 马上就是成立是变成Retalitory eviction OK 这个是要很小心 你如果收到一个租客的通知 要求你修什么东西 在这个180天的阶段 从他给你这个通知 如果你发一个30或60天的通知 这个就成立是变成自动的 等于是Retalitory eviction 除非房东可以证明说有其他的正确的原因 为什么要要求这个租客 这是房东的责任要证明这个正确的原因 OK 我再说一次 如果租客给你一个通知 要求你修什么东西 在这个180天的时间 如果你给这个30或60天的Notice of Termination 就自动的是成立Retalitory eviction 除非房东可以证明出有其他的正确原因 为什么要要求租客搬走 OK 这是很重要 OK 因为有很多客户就是找说 哎 警律师 我的租客就是一直找我麻烦 要求我修这个修这个 我可不可以就给这个360天的通知 我说不可以 OK 你如果要的话 你要证明出一个正确的原因 为什么你可以要求这个租客搬走 那他们当然就说 警律师有什么原因 是等于是说 OK 我就说 你有没有计划想要把这房子卖掉 我说有啊 OK 那你有没有跟经纪人签个合同 是打算是用这个经纪人 哦没有 那我说你要怎么证明说你有这样子的计划 对不对 我就说法律是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状态是房东的权利责任要证明说 他们想要把这房子卖掉 OK 所以如果你是有这样子的计划的话 OK 你必须要有这个证据来证明 OK 我在在家里面 这个可能是比较San Diego城市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法律 在San Diego 你要发这个30或者60天的 你必须在这个通知里面要填出我们叫一个Just Cause Eviction 就是你要给30或者60天的通知 你必须在这个通知里面列出来 为什么你要要求这个租客搬走 这个原因也是就是我就说 你可能就是自己要把房子收回来自己住 那你要怎么证明可能你找到新的工作啊 你可以就是说用个offer letter 或是你说我的亲戚想要就是回美国或是什么 OK 可是你不能就是口头这样子说 你必须要有这个证据来证明 你说的话是真的 OK 因为我遇到很多 他就问是什么原因 然后他就说 真的我发了这30天通知 然后租客反对我就说 你有没有这个证据啊 固然没有证据 我就说你如果原先告诉我 你没有这个证据的话 那我当然不会建议你给这30或60天的通知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房东的责任 所以我想要就是让大家知道 这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动不动 就给这30、60天的通知 OK 那有些就是 你问我是警律师 这个诸客也很聪明 对不对 180天快要过去的时候 就马上就发个说要求要修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就不是等于就是再重复要算180天了吗 我就说 对啊 当然你租客就是很聪明 可是我就说 这不是等于说 你没有权利就发一个是60、30或是60天 你只是要发这30或60天的通知 你就是要make sure你的证据都已经有安排好了 OK 万一租客说 诶 这个30或60天 你就马上可以拿出 你看我跟经纪人已经切了合同 listing agreement 他 我租客一搬走的时候 他就马上会就是list for sale 就要帮我卖出去 OK 或是我就准备好说 你看我有证据说 我自己就是要搬进来自己住 OK 你没有这个证据 那我也是没办法帮你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你们要 事先要准备好 好 所以我就刚才就说 30、60天 是不是等于说你租客有做错了什么东西 只是说有可能 房东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为什么要收回来 我就说然后 房东就是没办法就是动不动 然后就给30天或60天的通知 因为这可以肯定 肯定变成就是我们叫retailatory eviction 好 我们在一个状况就是这个如果租客没有付房租 OK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如果遇到纠纷之前就是如果没有纠纷的时候你要怎么把这个出租的关系结束 从这个terminated testament这个之后我就会开始讲就是这个如果遇到纠纷的话就是租客没有付房租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有点复杂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就是我会就是如果可以多解释我会帮大家多解释OK 你一遇到租客不付房租假如他第一这个月的一号没有付房租然后grace period也超过了然后你跟他联系说为什么没有房租他就说你不要耽误时间OK 如果租客说我下个星期再付你五百块我慢慢的这样子付完全不要答应 我可以跟你说你一答应的话那几乎可以变成说你就修改了这个你原先签了这个出租合同对不对可能会影响你的权利 我建议你不要很多管理人就是为了说我不想要再找租新的租客好好我配合这个租客的要求好我就等下个星期看他有没有付 大多我可以跟你说租客要求多点时间付房租几乎就是付不起或者他可以付不起以后也是会遇到的这样子的问题 我建议你一遇到租客没办法付房租你不要耽误拖时间因为从那天开始你几乎就是每一天就是损失了这房租 因为你回来这房租非常难你也想租客没有钱你要告五千块的租金他没有五千块那几乎你也是就是要损失那部分对不对 所以你一发现租客没有付房租马上填好这个notice to pay or quit 发这个notice or pay or quit这个通知 这个通知其实有法律规定的内容要写什么东西我就打圈圈这是很重要 ok 你必须要列出来这个租客真正欠你多少房租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就是为什么建议你不要拖时间 因为你越拖给租客就是可能他就付你五百块 然后再多付五百块对不对 可是你要真正发这三天的通知之后 如果你的数目在这个三天通知超过租客真正欠你的房租 几乎这个三天通知就是无效了ok 超过不管是一块钱一毛钱ok 你超过租客真正欠你的房租这个三天通知就是无效了 ok 这是很重要 你如果遇到状况我真的也不知道 因为可能他一直一直就是少付了或是什么 就是没办法确认是他欠我多少 你当然可以少放对不对 你可以列出来只只列出来一个月的房租 就否则就就就就就没有这样子遇到这样子的危险 就是万一就是列出来太多ok 这不代表说你放弃了权利可以收他真正欠你的房租 就是就是为了这三天通知有效就是不要超过他真正欠你的房租 ok 法律也规定你至少要给租客三天的机会付房租 ok 所以这个是你必须你要行动invisions 第一个阶段必须要就是给这个三天通知 这个是没办法错过的 ok 所以他在这个三天通你发了这个三天通知的时候 他有这个三天的机会就是付他欠你的房租 我也再加上这个房租列出来不能包括late fees no late fees or penalties 因为这个不包括这个其实late fees and penalties 不包括在这个房租的这个部分 ok 所以这个是很很重要 因为几乎你的fees and penalties 的话你就超过真正租客欠你的房租的部分 ok 所以这是很重要 这个三天通知也是要用正确的方式发给租客 ok 我就刚才说 第一个选择就是把这个通知亲手的拿给租客 ok 你按个门铃 租客打开门 就马上就给这个通知给他 从那一天就开始算 不是不是那一天 你如果是周一发给他这个单 第一天是算是周二 周三 周四 end of business days ok 就这个三天通知就结束了 ok 所以再算一遍 如果你是周一发给租客 不管是早上晚上下午 ok 你周一发给租客 ok 第一天是算是周二 周三是第二天 第三是end of day 周四 ok 周四一结束 他如果没有付你 他欠你的房租 你就有权利 在周五 开始 下个阶段 做这些vision ok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第二十六页 PPT里面的第二十六页 ok 大家如果现在可能听了很多很多information ok 所以 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是录下来说 你要重复再再听的话 都是给你一个这样子的机会 ok 所以 我就说这个三天通知必须要用正确的方式发给租客 如果你按个名租客不在 可是有个孩子 他的孩子 打开门 ok 你有没有权利把这个通知发给这个孩子 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 第一个 这个孩子是不是有满十八岁 如果有满十八岁的话 他就有权利可以代替 你租客来接受这个三天通知 也是ok 他一接受的话 就也是开始就是按照刚才我解释的 算这三天的方式 如果打开门 人不看起来他没有满十八岁 那几乎法律是规定他没有权利收这个三天通知 所以你必须 你就没有办法发这三天通知 他如果接受的话 他也是没有办法 这个也是算是无效的 ok 所以你只能就是再试一次 ok 如果没有人打开门的话 你按个门铃 诸客不在 其他人也不在的房子 那时候你就有权利可以把这三天通知 贴在门上 也要 发一个 一份 用邮局 发 寄给诸客 许客 算这个三天时间 如果用这个贴在门上 跟寄给诸客的方式 发这个三天通知的话 是从你寄信的那日期开始算 所以假如我是周一 贴在门上 可是是等到周二才去邮局 去寄给 诸客 真正算 开始算第一天是什么时候 是周三 因为你是周二 才寄的 ok 所以我建议你要发三天 你就当天就寄 因为你如果等到第二天再寄的话 就耽误一天的时间 ok 所以我再解释 如果你是贴在门上跟寄 给诸客 我建议你当天 寄 因为是这个算这三天 是按照你寄信的那天 ok 因为这个邮局 他发给那个 他那个信封上 都是有那个postmark date right 你问我警律师 他那个邮局怎么知道 或是诸客怎么知道 我是哪一天就是寄着这个信 他如果诸客聪明留着这个信封的话 这上面就是有postmark date 就可以证明说 你是哪一天住 如果你行动这个eviction 三天 还没有错过这三天的时间的话 这个eviction就无效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算对 你不算对的话 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ok 所以 再重复这几次 你一定可以就是 把这个通知 经手的拿给诸客 如果诸客不在 有其他的人的话 你要看 你是不是满18岁 满18岁 就可以接受 这三天通知 ok 如果没有人在的话 你就可以贴在门上 跟寄 这个通知给诸客 ok 那时候 ok 那我就算这三天的时间 我想要猜猜一句在这个 因为 我遇到的很多经纪人在找我 他说 警律师我有个客户 就是房租 没有没有 我就问你 有没有发这三天 呃 然后经纪人就说 哦 我要就是诸客 请你再发这三天 你要知道 我在这个powerpoint里面 给你这个notice to pay or quit 是个CAR form 就代表说 为什么CAR就是会给你这些 这些forms 这些 这些资料 这些文件 是因为 其实是你管理人 你经纪人的责任 发这个三天通知 ok 再说一遍 为什么是 CAR会帮你们做这些forms 是因为管理人跟你经纪人 是有责任 发这个三天通 他们有权利 他们也是要了解 怎么做这个事情 如果他们做不对的话 那几乎他们就有责任 ok 那当然很多就是经纪人就是不想要自己做 因为就刚才的解释是蛮复杂的 对不对 你万一写错了 或者做了不对的话 那就耽误 就是你的客户就是耽误 就不高兴啊 等等 所以很多就是找线 找律师 用律师来发这三天通知 要用律师发三天通知也是可以 可是为了省点律师费跟费用的话 我当然就是说你如果你可以自己发这三天通知 当然可以省点钱 也可能是省点时间 因为你请律师发这些东西 律师当然可以帮你写这些文件 可是真正发这些文件 我也是要请一个另外一个人去发这些文件 我不可能自己去发这些文件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要请人的话 他们也是会花时间 所以为了你如果知道怎么发这些文件 然后你愿意发这些文件 我可以跟你说 可能会省了很多时间 然后还要处理这些事情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